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上梦到师傅了 就是在一个超级大的体育场里面开发会 然后会场里面人超级的多 然后看到师傅在人群当中 然后小一师兄过来找我了 然后要我做回以前的义工 然后还要求我穿黑西装什么白衬衫什么 然后我梦里面就超级大梦 咋为什么不是穿那个红色的义工服 上升了上升了 穿西装就是上升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对啊 人超级多 然后师傅一走 然后会场就马上空了 然后梦里面感觉只有师傅的这样一个法会 才能 只有师傅法会的这样一个人数 才能填满这样这样一个大的体育场 嗯 徐老师 我们我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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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这个在海外这个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啊受到越来越多各国的这个华侨和这个当地的人民的爱戴 所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嗯 对对了 看了就是梦道就是特别发心 非常发心 特别开心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也给我带来发心 哈哈哈 很感恩师傅 我来请教师傅这个问题啊 嗯 啊就是家里面呃 想要设佛台 但是呢呃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三楼 一个是在两楼 呃两楼的话就是楼层会特别高 然后房间会比较大 嗯 三楼的话因为是顶层嘛 但是它的那个楼层就很低 然后房间也不是很大 这样子的话该怎么选择呢 最主要要第一要远离卫生 我不管你在二楼三楼要远离卫生间 第二呢就是这个佛台的下面不能碎人啊 怕砸到它了 或者这个佛台的上面不能有床啊 有什么这个这个污垢啊这种东西的 污秽之物都不能有 这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说放在二楼比较好一点 因为有时候人比较懒 一放到三楼就不愿意上去烧香了 明白吗 人会懒的 明白明白 如果放在二楼它还会烧香 明白吗 哦 我知道了 看看师傅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 师傅也之前也讲过家里面用那个竹子啊 的家具会家里面穷 但是家里面供这种富贵竹的话会好一点 那不一样 富贵竹 这个竹是富贵竹啊 那个竹子 哎 这个那个不行 大草席的那种竹子啊 所以你去看了家里沙发没有弄点炒帘子的 你说是贵富贵不了 又富不又不富又不贵 你说哪有一个有钱的人喜欢用这种竹子的东西了 你想想看 哦 哦 然后那个就是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就是因为同修已经改过名字了嘛 然后同修参加考试报名都是用那个以前改名字之前的这个旧的名字 嗯 嗯 然后的话 但是 同修帮他那个助念的话都是用他的新名字 然后这样子 呃 助念的时候是用新名字还是旧名字呢 啊 助念啊 助念改过名字 用新名字助念啊 比较好呀 啊 啊 当然你用新名字的话 你这个灵动性就更强一点啊 用旧名字 但是有时候下面查一查也查得到的 但是他毕竟不是直接啊 哦 对不对啊 如果你对这个动动小脑筋对这个同修一般 那么你就用个旧名字啊 啊 但是这样的话本身就是违背了佛法讲的 啊 与人为善啊 对不对 你要么就不帮他 你帮他你还要动小脑筋啊 明白了吗 哦 啊 助念的时候 一定要用新名字 对啊 对啊 嗯 嗯 嗯 那那个师傅讲过就是那个记性不好的话 除了吃大豆软磷子 就是在学习这块 除了吃那种大豆软磷子 然后多念心经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方法 有啊 啊 早点睡觉 早上早点起来 哦 人的身体能量会补充的比较好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多喝水 早上一杯温开水 晚上睡觉之前一杯温开水 会调节你的血液循环啊 让你的大脑里充实的那个正常的那种啊 我们说啊脑细胞 所以脑细胞源不要死掉 因为睡得太晚脑细胞会死掉太多 所以你去看睡得晚的人早上起来都是昏沉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你看你晚上一两点钟睡觉 两三点钟睡觉 早上起来都醒不来 醒过来还昏沉半天才能正常 如果你要是早点睡觉的话 早上起来精神特别好 脑子特别清楚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新陈代谢的延续啊 明白了吗 嗯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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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他有欠下面这些人的业障,然后下面这些人的业障都会跑到天上去问他要债,是这样的可能吗? 要不到,要不到,就是说你如果到天上去的话,你基本上把人家的业债还完了才能上天的呀。 不是说你可以带着这些罪孽逃走的呀,不是这个概念。 哦,那就是说,打比方,一个往生的人已经抄到天上去了,但是是家里面通过经文的这个方式抄到天上去的,但是他下面的一些业障还没还清,然后也会导致他下面的人思念,然后把他给拖下来。 对,这个是对的,如果自然上去的,一般的不会带什么业障的。 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今天离开这个农村了,要到城里去了,对不对啊? 那你说你必须把农村的债全部还完,你才能到城里去啊?对不对啊? 我说你要离开,比方说这么多农,比方说你过去在农村欠人家钱,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农村了,人家不问你钱要啊? 你还完,否则你不要离开,等到他还完了,他离开了,那他还欠不欠农村,他不欠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是村里的人,说来来来,我们暂时先替你顶着,你先到城里去吧。 好了,你钱没还完,你先到城里了。 好了,你在农村的那些要再走,又来问你要了,要的话你就会下来了。 哦,就是这个概念啊,哦,明白了吗? 那烧西伯的话,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打比方我自己自然而然就上去的这些亡人, 然后烧西伯他们有可能对这个西伯并不太敏感。 对。 打比方超上去的人的话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你非常有智慧,这个是被你研究对了。 我告诉你,烧西伯的话就是他对地府的财,对人间的财,他还有想法。 他就会下来。 有吸引力啊。 你举个简单的意思,你一个人已经境界很高了,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你说人家说我给你有三千块钱赚,你说他回去赚不了啊? 嗯,对啊,你就是穷人嘛。 他一看,你烧点稀薄了,哎呀,这也是钱啊。 喷,掉下来了。 哦,然后家人再一哭,然后又放不下,又下来了。 对啊,他只要一,脑子一考虑到人间的这些钱财啊,名利啊,他的境界下来。 境界下来一看到家里人哭,他在第三层有个妄想台嘛,天上的第三层。 哦。 妄想台就,你只要到这个妄想台上一看,就可以看到家里人在哭啊,在干什么啊,什么都看得见的。 嗯。 那就是这样,谁都可以去。 哦,就是这样。 哦,呃,就是,呃,就是我弟子以前做了一个梦,就是说,呃,我开着车带着我父亲,然后走,呃,螺旋形的马路,然后再往上开。 嗯。 然后,到了上面是一个道馆,就是道家的这些道馆。 嗯。 对,然后里面还是在修建这种道馆啊之类的。 嗯。 然后,上面是一万无计的那种白天。 然后像是天上的那种感觉。 然后父亲也在这个道馆里面,然后,呃,我走进这样一个道馆里面,然后大殿里面当中有供着这种,呃,观音大士,然后一些原始天尊啊,这是那个道家,道家的里面几位大的那个菩萨。 嗯。 然后,我又走进了一个进门的房间,然后里面供着这样一个黑脸的这个,护发山一类的。 哦。 应该是中馆吧。 中馆,中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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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我父亲跟道家有可能也是有点缘分。 嗯。 百分之一百的,百分之一百的。 哦。 嗯。 绝对的。 跟道家有缘分的话,可以算很高的钱。 嗯。 哦。 因为弟子之前也梦到过,拿着这种剑,然后道家的这种。 帮人家去触摸斩斩斩了,这个就很容易惹事的。 嗯。 嗯。 对的,因为我之前也梦到过这样类似的梦境,拿着剑,然后在天上飞,然后打,然后,呃,我自己好像看了一个场景,然后自己就在一个类似于八卦镇,镇这样的一个当中,然后被人家给杀害了这种。 那肯定的。 然后人就掉下来了。 肯定的。 你在天上,你在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就会打斗。 打斗,打了,漱掉了,掉下来了。 嗯。 哦,谁掉了?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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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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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嗯。 嗯,嗯。 你最后想说的也忏悔一下,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没修好,然后也挺执着的。 对家里面的人感受不是考虑的太多 然后造成家里面这样一个情况的紧张 我觉得说的不是很好 对啊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对啊 只有学佛才会让自己悟出自己的错误啊 忏悔啊 所以学佛真的给多少人帮助啊 多好啊 明白了吗 嗯 对的 因为之前打通电话之后 然后我让师父给我妈开始一下 但是师父说我要改 然后我 对啊 不是开悟你妈 是开悟你 明白了吗 嗯 你根源没找到 你的根源找到了 你妈就开悟了 呵呵 嗯 好吧 所以说我还是要多多顾及家里的感受 然后最后还是还要 另外一件事情像师父忏悔 因为之前自己在女色方面 嗯 学佛之前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呢 学佛之后 也留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应急 然后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对啊 我一定要改 然后之前也是自己 嗯 说的不是太好 然后也 嗯 这个是末法时期 啊 末法时期像这种 啊 像这种五欲六成 都会非常的直胜 明白了吗 直胜之苦啊 所以啊 所以人都有欲望啊 因为就看了那些东西啊 就会增加你身上的男女之欲啊 还有钱财之欲啊 对不对啊 啊 嗯嗯 口舌之欲啊 全部都会 嗯嗯嗯 这个非常的直胜 五欲六成啊 啊 明白吗 嗯嗯嗯嗯嗯 对的 因为之前是怕师父嫌弃我 然后也一直敢打电话 嗯嗯 那么说对不起师父 你要记住了 不 师父讲你是给你加持 宵夜 不讲你 你就自己背着吧 听得懂了吗 对了对了 嗯对的 讲了你就舒服了吗 很感恩师父 啊 小时候不懂啊 小孩子做做事情 一直不讲 一直有压力 等到哪一天 被爸爸臭打一顿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反而都放松了 呵呵呵 哎对的 对不对啊 嗯感恩师父加持 我现在绝对背上好热 嗯 知道就好了 嗯呵呵呵好了好了 嗯 嗯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观生菩萨 嗯 师父新年红法顺利 嗯 感恩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 嗨你好 嗨师父 嗨嗨你好 他又来了 哈哈哈哈 嗨嗨 我感觉他在前环子 也得胖了 现在知道了 我跟你说了 现在就 等一下 把你出点问题 好像有整个礼拜了 整个礼拜了 就是人家已经对你很讨厌了啊 因为你讲话人家听不懂啊 人家我跟你说了 多少人在听广播啊 你你你这个脑不肯放下电话 人家大家脑子里 只要每个人一个意念 觉得你很讨厌 你当然头痛了啊 啊 好了 你最近跟我稍微老实点 少打点电话 好好念经 有没有联系 哈哈哈哈 我有没有联系 打一下 他还要来 你现在知道臭苦了吧 我告诉你 重怒难犯 你一个人的重怒 大家都对你愤怒了 你就很麻烦了 哈哈哈哈 下来帮我带你下来帮我 有没有联系 肯定有啦 我告诉你 没有联系 头怎么会痛啊 这个大笨蛋 以后你叫 以后你叫人家打 你你帮人家播通 之后让人家讲 你听得懂吗 你就做好事了吗 嗯 你还要讲 很多人 很多人现在对你有意见 你就麻烦了 嗯 嗯 嗯 他讲 打一张 有没有联系 先上 要搞好小房子 肯定要啦 二十一张啊 二十一张就不用 就是 就不用带给联系了 不用 就二十一张之后 你看看还通不通啊 你继续打电话 人家继续恨你 你就麻烦了 哈哈哈哈 那么死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以后说打 叫人家打 叫人家讲啊 打 明白了吗 嗯 嗯 现在要教同修讲啊 对我讲才在 叫同修讲啦 不要你讲啦 嗯 讲了人家听不懂 人家会罚你的 你想想看 一千万心中 你来个一半好了 对不对 五百万心中 对你觉得很讨厌 你头不痛啊 嗯 或者来个一百万都不要 来个十万好了 来个一万好了 这个一千人对你讨厌 你就痛死了 明白了吗 我说 我现在是 打 救救我 啊 救救你 你不要打嘛 就求求你了 哈哈哈哈 你赶快叫人家打 你打完之后 让人家听 你拨都通了就好了 你打完之后 好 哈哈哈哈 就对我叫陈修群 嗯 谁接到我 谁接我怎么头痛 才得 赶一下啊 哈哈哈哈哈哈 喂 师父您好 你好 您好 请安 啊 您好 嗯 嗯 弟子这里有一件事情要分享 让师父知道 啊 好 讲吧 这事情刚发生不久 嗯 就是说 现在 现在知道吗 现在知道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不打妄语 有求必应啊 嗯 你你你信任之后 不得了啊 现在的灵验 跟过去 观世音菩萨的灵验 都不能比啊 现在人苦难 太多太多了 明白吗 对呀 师父 我不可怜 好 在一次上班 都有念真 都有修了 对呀 都达到地点 对呀 多好 烧掉就烧掉了 死掉就死掉了 就是这样的 对呀 是的 感恩这边 祢师兄要感恩 感恩大师大会 观世音菩萨 请大家相信 和多做功德 对呀 若不是经常守住 观念堂 和布施善识 这些是很难逃过的 对呀 你这个应该 你这个应该 多多的发出去 让人家都看到 在这种灵验的事情 多发多有功德 明白了吗 灵验多发多有功德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 赏门带给我们 好 嗯 这里这里有一个白话火法 请师父 是在开课 嗯 但我们刚刚学不久 有一个白话火法 第23课里面 园界就是在 原有的缘分上 吃可而止的去行员 一定能够救助别人 请师父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句 吃可而止的去行员 为什么一定能够救助别人呢 请师父 慈悲开始 吃可而止就是善观因缘呀 吃可而止就是善观因缘呀 吃可而止就是善观因缘 因为你有因缘的你可以去救他 没有因缘的 你就一定要停掉了 你在这样执着的话 你会造成他对因缘的这个损害 而且他会不相信 他会对佛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你不是在造业 不是不是在善观因缘了 不是在成善事了 在做坏事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后面有一句怎么理解 一定能救助别人呢 一定能救助别人的话 比方说这个人因缘成了 因缘已经到了 你一救 不就救人 救成了吗 如果这个人的缘 因缘不到 你去救他 他还骂你呢 你说能救到别人吗 就是说使得好叫广泰啊 对啦 现在明白了吗 对 叔父我们要如何拿捏好 水眼注重 故人呢 拿捏好就是看缘分呀 对不对啊 看缘分嘛 就是说这个人 愿意做好事 愿意做善事 愿意念经 愿意来听听台长的开示 那这种人就有缘分的 很多人听都不要听的 那就没缘分了 对啊 明白了吗 无缘众生 无缘众生 很难度的 菩萨都度不了 师父也度不了啊 明白了吗 度无缘 诗本里面有写到 如果你对别人 水眼帮助好了 你是不是能够救助别人 请师父 可以开始这一句 对啊 你自己修好了 你才能帮助别人呢 你这个人就是说 你自己 要去救人家 你说哎呀 我吃了这个药好了 我来跟你说 哎呀 你要吃这个药好 你自己都没吃好 你怎么要劝人家 人家说你自己吃是好吧 对不对啊 对啊 这个人家推销减肥药 他自己胖得不得了 人家说 你自己先吃了瘦一点 我再来吃吗 呵呵 对对对 要把自己行好 明白师父 师父 当我们动人因果 我们就会承受因果 那么 当我们动人因果后 我们会不会改变别人的因果呢 请师父 请师父 准备开始 是他自己在改变他自己的因果 不是你在改变他因果 明白了吗 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因果 只有他自己可以改变 因为自己的锁 由自己的钥匙来开 他自己的钥匙就是他的佛性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师父 师父 虽然当我们动人 算不算动人因果 会对方别人的因啊 什么什么你说 就是说 当我们这样子动人因果时 师父说说没有动了 对 对啊 他自己的因果 他自己的因果啊 他自己背的呀 你动不了了 而且你 你如果你说你去劝他 董因果 接善缘 你说你算董因果吧 不算的呀 嗯 好了 好 感恩师父 师父 新光南省家务事 请弟子请师父来当个新官 让弟子给他 一个关于家庭和感情的问题 感恩师父 我一天到晚就请 你讲吧 嗯 这位有几大问题 师父 当我们度人时 往往会遇到 面对感情问题的 同修或佛友 师父 我们该如何 去使师父们的家里 住了 请师父 此在一开始 家里事情 首先你不要管 啊 你不要管 第一 你不是清官 第二 你不跟他联系 你最好就是 看他 要行善 如果他还 家里人还没有完全觉悟 觉悟的话 你叫他不要 不要修得太快 要叫他顾及家里 如果你连小家都顾不好 你怎么出来救大家 明白了吗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但是你说 很多丈夫跟他是恶元 那么这个就能随缘了 只能随缘了 一般的能够劝醒自己家里的人 那是最好的 我们是劝何不劝离的 明白了吗 劝何不劝离 啊 对 师父 虽然没诸册婚 结婚 没有诸册结婚 住在一起 在佛法理论上 算不算结婚了 那请师父 这次得开始 如果你说学学上来 就算一次婚姻了 因为你们两个人 住在一起的话 一定做那种 夫妻之事的 因为他的地府的官 和地上天上的官 如果地府的官 是判断你做夫妻事 就算你夫妻 天上 你跟他站在一起 七场合 就算夫妻 他是这么算的 人们就是你 跟他住在一起 一个房间里了 那么你们两个人 在一起了 那就是合了 就是你们合和姻缘了 明白了吗 多少年 一般的说 一般的就是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就算有这么一个姻缘了 一般的 比方说家里吵架 要等到离婚 如果他跟你两年分居了 那基本上这个婚姻 就很难了 就是对方这个女的 或者这个男的 一定是跟你们家里的那位 一定是上辈子的缘分 特别深 就很难把他拉掉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OK 最后 当男女同修相处得很近 然后就 只能看 不能碰 眼睛 眼睛看可以 绝对不能约出去 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讲任何 这个不好的 看看没关系 看看把姻缘 会看掉的 因为上辈子 这两个同修 他们比方说是夫妻 或者是感情特别好的 没有成功 这辈子他们相遇了 他们同样是学佛学法了 他们只能眼睛看 看完看完 慢慢慢慢的把缘分看掉了 不能碰 不能接触 绝对不可以 否则的话一定出事 明白了吗 比如说 比如说 好像妈妈看 就是 师父才说的 对 妈妈看 孩子 已经看了 你说妈妈很多 跟儿子就是夫妻上辈子的 妈妈怎么样 能跟儿子做什么事情啊 只能爱孩子 只能爱在心里 只能看 对呀 就是个坚持而已 天上真正的爱 他到了御界天的高层 他已经不是 连男女之身都没有了 然后在天上 他用不着 用不着做什么事情的 在天上 他眼睛看 他就是像人间的爱一样了 明白了吗 对 明白 明白 那么师父 如果他们 他们这种 男女同学 有相处在一起啊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做出 出口业事 或者是什么事情 这样他们算不算 照业呢 照业 已经照业了 照业 只能说 只能说 只唯一的 就是说 能够喜欢 喜欢大家一起 做功德 一起怎么样 只能这样 而且保持距离 弘法都要保持距离 你只要看见他 就很开心不就好了吗 一定要做什么 做个魂啊 绝佛人 放弃 如果是说男女同事呢 不是同学 一样 也是同学 一样 男女同事的话 搞到后来 不是也搞出事情出来的 你搞了个第三招 人家老公冲过来 把你打死了 人家老婆把你拉死了 人家很多人还请 请那种 请那种 那个那种 那种先家 不给你下杠头 你有好日子过啊 没有 好了 先生明白了吗 因为前世的恶元 不能进世序的 恶元也好 情缘也好 什么缘分也好 他前世的东西 你尽量少序 因为序了之后 就是顺着前世 这种业障走了 听不懂啊 那么叔叔就要通过 就是没法办 上他法宝来改变他 对啊 必须改变 必须改变 没有什么客气的 还要增加这些 道末夫法的 心结是吗 对 那如果他 如果他一定 不肯改变的话 就叫他 到其他地方去 叫他不要来了 你两个要救一个 哪一个比较 修得好的就留哪一个 修得不好 叫他回去修 听得懂吗 那么师父 听得懂 然后师父 作为我们 我们作为同学弟们 应该如何 如理如法 去劝告他们 从何国之外开始 如理如法 劝告他们 很简单 啊 就是找一个 跟他关系比较好的 去跟他讲 好了 跟他讲 他听也好 不听也好 不听的话 到时候就叫他走 好 因为这种风气 此风不可掌 明白了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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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师父 如果 如果 如果以上同学 是同事的话 因为公司问题 女同学是 存在男同学家里 共处于社会 会不会引起 外人对他们 有些看法 肯定有看法 肯定有看法 因为这个男的 结过婚了吗 对不对啊 对 这个女的也结婚了吗 对 好了 要搞什么东西啊 不要搞 除非两个单身 可以 结过婚不要搞 不可以的 什么公司到家里去啊 乱七八糟 事情就这么来的 何况修心了 不是一般同事了 修心就是佛友了 就是要制止 这些事情发生了 勾携制止 非常肮脏啊 像动物 行动物畜生事啊 不可以做 我们是学菩萨的人 怎么可以做 这种烂事啊 你说恶心不恶心啊 最脏的地方 你最喜欢啊 听不懂啊 真的懂啊 师父 师父 你跟两位师兄 都是师父的弟子 身为师父的弟子 是不是应该 以身作者 舒舒克克的 请省自己 不要见路或 和破坏同修之间的感情 对啊 尤其是 修的家庭 嗯 不可以的啊 嗯 嗯 好啊 那么师父 如果 以上的 这种症状 会不会破坏家庭 别人家庭的业障 你说呢 可以会 我看你智商这么低啊 什么都不懂啊 这个也要问的啊 嗯 哦 OK 有什么果报呢 什么果报 现实报 现实报 到最后 到最后 弄得人家家破人亡 就这么简单 哦 OK 好了好了 好 嗯 嗯 师父 师父 我在这里 还有 几大问题 快一点 快一点 没有这么多时间 给你们 哦 好好好 嗯 师父 如果认领干儿子的话 干女儿 会不会把 这是等来该有的孩子 硬掉呢 会的啊 就等来开始 而且不许 不许 认领干儿子干女儿 不许认领 啊 干儿子干女儿 你还不懂啊 干儿子干女儿 干女儿 干儿子们 任爸爸 干娘干爹的一点钱 然后干娘干儿子们 就任年轻的 玩玩 这还不懂啊 什么干啊 干干 干你个魂的啊 嗯 嗯 对 嗯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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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现在开始 师父 弟子有一个关于 取信名字的问题 请师父请教 是 师父 我们知道每个宗教都有 相生相克的 相生相克的 师父 那么 什么 属性的人 不能以 人字取名呢 请师父 开始 开始 要看到那命啊 命硬的人 就可以用龙 至少说 男的用龙嘛 那命很硬的人 可以用龙 如果命不硬的人 用龙的话 会倒霉的啊 你看看 成龙成龙 他 因为他本身的命很硬啊 明白吗 啊 龙的命 就属于硬的啊 那当然啦 那女的话是地龙 属蛇的叫地龙 啊 那个叫天龙 他不一样的 那么 师父 啊 如果是属鸡的呢 属鸡他们都可以啊 都可以的啊 属鸡的有什么啦 有什么问题啦 你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属鸡干嘛 哦 那么师父 如果是属鸡的话 它是 属鸡的什么名字的概念啊 哦 属鸡的无所谓 属鸡的你也可以用龙的 都没关系的 用名字都没关系的 啊 鸡可能飞呢 那么如果它的 它的名字是有少龙呢 可以的 没关系的 可以 可以的 主要是看人的命 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命 对 嗯 什么啊 师父 这个人有没有命 有没有龙命 命啊 哦 有没有龙命啊 嗯 明白吗 嗯 嗯 那么那个师父 如果属鸡的 就要放草 就不是它的名字 当然了 是吧 阳光啊 青草啦 都是对羊属鸡的好的 哦 还有 什么需要注意吗 如果是属鸡的 所以羊那么就是要注意啊 不能太冷啊 肢里边太湿了太冷了 羊都吃不消的 嗯 好了 嗯 好 好 师父如果我们 我们本地人时常都会说 一个 一句口头谈 对我们学佛人 是不是 是不是 不可得了 就是 就是 举个例子 口头谈 是 就是 外劳业 啊 各种类似的 助取 请出这个 之后一开始 问题外劳业 我不知道是什么呀 好的都可以讲 哦 什么意思是 外劳业 就是 就是 我老爸的意思 啊 啊 啊 意思是说 我老爷在马来西亚的意思是 我老爸的意思 啊 我老大 嗯 这个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嗯 嗯 你老大 你不是老大 你讲讲也没关系 好的 他们那狗头谈 骂人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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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出口安全 对 我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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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是我老了 是不是啦 呃 就是说 呃 我我老爸的意思 呃 呃 呃 我是老大 老大的意思 我老爸的意思 老爸还是老大 喂喂喂 是老爸还是老 老爸还是老大 老爸还是老大 老爸 爸爸的爸 啊 我老爸 嗯 嗯 老爸嘛就没关系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就是说 嗯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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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过世的 你老讲这么讲 把他的魂照过来 你就倒霉了 嗯 嗯 嗯 好了 好 师父 亲爱的同学 你要问问题 不能问太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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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讲一讲的话 自己觉得不好 应该是跟 事部参委 跟关系部参委 嗯 请师父开几个几句吧 开自己几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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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精进努力啊 想一想了到医院去看看那些生病的人 去看看活不到明天的人 你再浪费时间就好了 对 你再看看自己自己很多人吃苦的人 比上不足备一下有余 好好想想啦 很多人还没能闻到佛法呢 自己好好努力嘛 就好了 好吗 嗯 对啊 因为历史时常有 一个问题就是 身份性会很重 然后 很难吃戒 就讲 社戒啊 关系那些 那些不好吃 吃不了也得吃 守戒就是应手 没办法的 明白明白 好好的努力 明白 就是少睡觉 温饱私盈喻 吃的不要太饱 睡的不要太好 你就不会去想这种女人的事情了 天天少睡一点 经常做一点正常的正常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 中常风情对不对 对了对了 多做善事 好吧 好了好了 不能给你们太多时间了 好了 给人家打打吧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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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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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老师你好 我弟子给你请 师傅我问几个问题 就是有个同学 从亲戚家回来过年 他从亲戚家回来了 左边脑袋上就一直跳 跳了三四天 外面呢 到外面去还好一点 家里就比较明显 像针扎一样的疼 本来在耳后跟耳后 现在头顶上在跳 他还一直被人下杠头了 因为那个亲戚的活着处在其他地方 是通明人 请问师傅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受到气场影响 哦 气场影响 嗯 还没到下缸 还没到下缸里这么严重 如果像这种情况 亲戚家的人 他是通明人 嗯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避免啊 烧小房子呀 少跟他接触呀 哦 少跟他接触 你都不要去理他了 嗯 身上都有鲜的 鸡鲜啊 鸭鲜都有 鸡鲜鲜 鸭鲜 嗯 好的好的 那就跟图家讲一下 然后烧别人小房子 烧到好为止 是吧 这个没问题的 嗯 好 赶安师傅提到一开始 嗯 嗯 还有就是 呃 师傅问一下就是 嗯 家里书桌靠着墙 如果紧挨着书桌的墙 背后 是自己或者隔壁人家的卫生间 可以在书桌上看博书念经典小房子吗 嗯 可以是可以 不是太好 气场总体不好 嗯 哦 不好 好的好的 这种 这种一定 一定受影响 嗯 一定受影响 好的好的 呃 师傅问一下就是 呃呃 就是 往上在 听命在往上度人 但不跟别人面对面接触 会得到什么果位啊 什么果位啊 这样救人 什么果位啊 救人一样 什么果位啊 妙法度人 你这就叫妙法度人 果位也是菩萨 哼 修得好 你如果度一万个人 两万个人就是菩萨 嗯 嗯 嗯 明白吗 好的好的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慈悲 开始 还有就是 呃 等一下 我翻一下问题 等等等等 四个了啊 四个等了啊 再来两个就是 忧郁症了啊 六个就是忧郁症了 六个就是忧郁症了 嗯 等等等等 就有的房子在飞机的庞道下面 每天有很多飞机从头上飞过 飞机声音很响很响 这个在风水这样响 是不是很不好啊 当然不好了 倒霉的房子啊 嗯 哦 倒霉的房子啊 嗯 肯定不好 这还要讲啊 嗯 为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不好 影响气场啊 我问你啊 飞机烦不了 你飞的时候烦不了 嗯 烦不了 烦不了 你说你烦不了 烦那么就不好 影响气场了呀 嗯 这还不懂啊 嗯 你就是一个小孩子 在你面前跑来跑去叫啊 你烦不了 烦了之后影响气场不了 嗯 烦的 嗯 好的 等这个题目开始 是吧 红兄有一个意念 意念 在一条江放生多了 江里的龙王也会认识的 请问这个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刚刚已经有人问过了 哦 哦 哈哈哈 嗯 嗯 师傅 嗯 嗯 师傅 就是 嗯 他脑子里进不了英文 就是进得了其他的佛法的东西 我觉得他 应该吃点软磷子了 而且对英文方面不大用功 嗯 嗯 嗯 这个 叫安不能死 就是安不能死 哈哈哈 安不能死 哈哈哈 这个听到过 哈哈哈 没听到过 很好记 很好记啊 很好 叫安不能死 哈哈哈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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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假如他开诗会 让他能够学英语 好好的集中注意力 然后再吃软磷子 嗯 应该还有希望吧 有希望 绝对有希望 嗯 嗯 嗯 我请问 目见供玫瑰 玫瑰花 给菩萨 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 送什么 目见同书 供玫瑰花 给菩萨 是什么意思啊 那好事情啊 送很多 玫瑰花 就是对 对菩萨表示诚意啊 很爱菩萨 哦 说明他心里有佛呀 嗯 哦 明白 嗯 一般玫瑰花 都是送给情人的嘛 我们送给菩萨的花 他们就是说明我们心中有菩萨啊 这还不懂啊 嗯 嗯 明白 反正是 不是吧 梦见 同学梦见太太有一只手上 新涂的红色指甲油 全部脱落了 确实跟太太手 两手都涂了红色指甲油 太太也念经 请问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脱落了 就是在长为清白啊 就说明她的境界在长为清白 她以后不会 以后肯定不会再涂了 嗯 嗯 哦 早点晚点的 她一定不会涂的 哦 我今天换料在这儿 你去看好了 嗯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取位开始 呃 师傅 同学梦见天上的龙 追来飞去 还会变颜色 一个小仙女 追到同学这里 同学抱着她 觉得好漂亮 还有像房子一样 竖写 直乐世界 是不是同学的小孩超渡到了极乐世界 是啊 已经到极乐世界了啊 嗯 怎么样 这种小 这种机率应该很小 很小的 这不是小孩子超渡到极乐世界 是她另外一个孩子超渡到世界 或者另外一个她看见人家一个先童 并不是她超渡的孩子啊 嗯 哦 这么容易的 死掉 打胎的孩子绝对回不了极乐世界 嗯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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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不小心把金书掉在地上了 然后呢 发现金书掉在地上的时候 虾被踩到金书了 这个需要念礼佛吗 要 一遍 啊 一遍 金书还可以用吗 可以 哦 还可以 还可以用 好 等于事务指令开始 然后还有一个同 同学梦到 呃 梦中 同学一抬头 天上有关心不在 还有很多护法不上 然后同学就赶紧跪下来 接着天上就出来画面 某某某是有什么使命下来的 还出现了那个人的照片 这样的画面出现了五六个 接着画面就出现了一个个药 这个药 都是菩萨 也还有师父以前开释过的 好像我们都不中 接着好像贴马和天龙来了 接着画面就是到了整犯人的现场 下面的犯人都是寺庙的出家室 都是犯了淫欲坠 这个场面真的太可怕了 接着画面又再给供修主开释 请问一下这什么意思啊 哎呦 给他看见天上人间了 天下 天上都看见了 还什么意思啊 完全真的 现在我告诉你 我有些话不能讲 现在出家师父 翻了淫欲界的太多了 他们下去会受地狱之苦啊 真的苦得不得了啊 非常苦啊 真的 听得懂吗 哎呦 他们怎么不怕的了 真的 哎呦 嗯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 真的 男男女女 为了这些淫欲的事情 真的太不值得了吧 嗯 好了 嗯 好 师父 大家既有法会越多 市所跟师父去场街的就越多 就越容易弄到师父呢 那肯定啦 你天天拜 拜观世音菩萨 你就能梦到观世音菩萨 你天天想妈妈 你就能梦见妈妈 天天想爸爸 就梦见爸爸 你天天看着爸爸 你就见到爸爸了呀 听不懂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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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呃 有一位狂修 他一直早上 就是 呃 一直早上起不来 就是 他怎么着他都起不来 这个 这个是 就是他他的那个手啊 他就是一直很冷很冷的 他这个是什么情况 他也求死在了 全脉不合 晚上睡觉太晚 你叫他晚上 你叫他晚上 十点钟睡觉 你看看他第二天 起得来起不来 人睡眠有时间的呀 嗯 晚上睡得太晚了 那么早上当然起不来啦 嗯 还怎么原因呢 你叫他 你叫他 你叫他晚上 四点钟睡觉 他早上还起不来呢 嗯 你对不对啊 嗯 嗯 我让他再睡一睡 晚上早一点睡觉 嗯 嗯 没话讲的 嗯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呃呃 师父就是呃 呃呃 那个 去了西尼观音堂 然后呢 念念念经 然后就会梦到师父 师父跟他讲两话 念念经 然后又梦到师父 跟他讲两话 法生 这个是师父真的吧 是啊法生呀 你到了观音堂 还不是师父法生啊 哦 嗯 嗯 念念经就碰见师父 当然静呀 傻姑娘了 静那么当然法生就 来得快呀 这还不懂啊 嗯 嗯 法生到太远的地方 到他们到美国 到法国 到欧洲 到中国 都能去 去的话解救 解救几秒钟的事情啊 嗯 明白了吗 你要是在观音堂 在东方电台 你说不定 零点几秒就到了 發生了 快得不得了 嗯 对对对的 嗯 感恩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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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一个朋友 不知道他那个前面 有人思想过吧 就是他女儿 嗯 就是弟子还是实际 放生感恩的心 然后想告诉师父 一个喜训 同学的女儿 被四所美国大学 录取了 其中一所还给出了 2.8万美金的奖学金 嗯 这个对同学来说 真的是意外的惊喜 嗯 他考了九次 他女儿考了九次雅思 没有一次考过六分的 考试前两天 师父还慈悲看了图成 就考 说他女儿考试有难度 于是呢 同学就建立一个诅念群 在考试当天 有六个位精进的心情 很熟悉的师兄 全程帮助他诅念大悲咒 清心 准提神咒 姐姐咒 然后同学就 连续每天大量放生 有从鱼市场批发的 也有从高下就下的鱼 每次给女儿放生的时候 同时也给师父放生 也感恩师父为众生救 救度众生不辞倾劳 还在三天内给女儿画了 78张小房子 然后考试的当天 师父在与观音堂 说来了一位 平时不来的菩萨 就是文昌菩萨 当感恩观世音菩萨 鼠杯有求必应 请来了文昌菩萨 为同学的孩子考试加词 到今天为止 已经收到了 试所学校录取通知书 而且都是雅师分数 没有到分数线的 错格录取的 所以同学一直没想到 讲学金这种好事 都会发生在她女儿身上 因为她女儿成绩 并不是很出众 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 也感恩帮助过她们的师兄们 嗯 太好了 恭喜她 因为很多事情 一个是靠师傅加持 第二靠自己努力 第三呢 自己因缘和合而成 那就成功了 对不对啊 嗯 对 她雅师分数到都没有到 她居然被做多数学校录取 还有2.8万美金 你说你说可能不啦 你说可能不啦 再不可思议 正常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的 没办了吗 嗯 好的好的 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啊 感恩师父 感恩再说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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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你好 喂 喂 嗯 喂 请讲啊 请讲 喂 师父 喂 讲 请讲 哎 师父 你好 你好 哎 我们现在因为在外面红髮发资料 所以生意有点吵 看师父给师父请啊 谢谢 嗯 啊 师父 麻烦你解一个闷 就是 就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闷 然后就是 就感觉梦就是在我老家 然后呢 天上下着那个虫子 好多虫子啊 嗯 掉下来就感觉是下虫子 虫子雨 嗯 嗯 然后呢 我在想是不是 这是关于我老家的方面的事情呢 还是关于 会不会还是我的问题呢 嗯 请师父解答一下 老家方面的问题吧 嗯 老家方面的问题 是吧 嗯 因为我下个月 马上就要生产了 啊 然后就有一点害怕 嗯 嗯 有点问题 血方面有点问题 嗯 是我吗 还是 如果是老家方面下 这种虫子 因为环境是 桌边的环境是在老家的 嗯 那应该你当时在不在哪 我当时在那里的 然后就感觉爷爷奶奶坐在厨房的客厅里面 明白 我还把门关起来 那明白了 赶快赶快念小房子 嗯 念小房子是吧 是 是我的药金者呢 还是房子的药金者 写你的药金者吧 嗯 我的药金者是吧 嗯 那这大概要多少张呢 嗯 慢多的 要49张 49张 是吧 哦 因为我现在怀孕了 所以我就每天 我就把那21波 21波给自己 取 自己身上的药金者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还要再单独许吗 还是 单独许啊 嗯 就针对这个梦记 单独许 对 对 嗯 OK 那我跟观世音菩萨说了一下 要不要跟菩萨说一下这个梦境呢 不要说的 嗯 不用说是吧 菩萨都知道了 嗯 都知道 就49张给自己的药金者就可以了 对 对 哦 好好好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您辛苦了 好 嗯 师父希望加持一下 好 下个月马上要生产了 希望能够一切顺利 多念经啊 多念经 嗯 嗯 我有一直都在念经 今天我们都在外面红法 很热闹了 好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您辛苦了啊 师父会给你加持的啊 嗯 谢谢师父 太感谢了 再见 好好好 谢谢 拜拜 喂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喂 给师父请安 师父稍等我戴耳机 嗯 嗯 嗯 师父听见吗 听得见讲吧 啊 啊 啊 师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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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分享一个南京菩萨的开释 有为童兄呢 就把南京菩萨一段开释 想分享给大家 嗯 嗯 我读一下 南京菩萨慈悲开释 陀耳门的真心疼心打动老那 清明法门的弟子 尊师重道 与人为善 天地之间都知晓 正法所向人心向善 这期间魔荡素起 主爱重重 老那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啊 陀耳门 你们要好好精进修行 正信正宴 广度有缘 为观世音菩萨分忧 为师父分忧 才会枉费以师父的一片苦心 你师父发下大愿 来人间救度正宗 无论文法之路多么精心 你师父依然无怨无悔 和我们要坚信 正法面前 一切的主爱都是暂时的 好好的勤修精进 跟随你师父 做菩萨的好孩子 做你师父的好弟子 你们现在就是走出来 赶走心魔 不要被一点点的小困难打垮 这才是魔道工人最想看到的 弟子们要打起精神 努力修行 2018年是新的开始 新的法门之法 是会变差 亚洲 非洲 北美洲 你们要跟上你师父的弘法 步伐 多去助援你师父的每场法会 也是你们修行之路的学习捷径 感恩南京菩萨慈悲 开始 师父 我可以讲完了 真的 南京菩萨太慈悲了 是的 您菩萨 我每一次看完您菩萨像你位老爷爷一样 非常的慈悲 非常好 真的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菩萨都看在眼里 全部都看在眼里 全部都看在眼里 我们做得好不好 菩萨都知道 所以用不着你们自己讲的 所以我跟你说 天上地下天往会会 数而不漏 我告诉你 凡是 凡是 忽持佛法的 对不对啊 菩萨都会加持他们的 你放心好了 是的 太感动了 我读到这边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 师父这么多年 哄哄意思 真的不容易 你 南京菩萨刚刚 你读的时候 师父都掉眼泪了 嗯 我也是 我读的时候 因为我很爱 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 他给我指明了很好的方向 你明白吗 嗯 明白 那师父 我们一定向师父学习 跟随师父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修行 多去助养师父的反挥 也希望各位师兄 大家一起努力 2018年新的开始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对啊 对啊 非常好 师父我这边有几个问题 让师父开始一下 就是 关于这个学佛 我们不是现在学佛之后 感觉一下子和家人这个感情啊 交流方面 是否好像没有共同语言了 嗯 然后有时候 谈起来就是 觉得和他没有共同话题 一向的感觉你家人这个感情 有点陌生 或者有点距离 就是没渡到他们呀 你渡到他们就有感情 就有语言了呀 就是没渡到呀 没渡到的话 你当然有距离了 你等于家长没有去读大学 你在这里读大学 家长连个字都不是的 你说怎么来共同语言呢 你比方说你家长也在读大学 你也在读大学 那大家一起上大学 是不是有语言了 就这样啊 嗯 明白吗 所以像我们现在还没渡到的家人 但是我没有想 因为如果要是没有共同语言交流的话 感觉有点陌生 我们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调整心态啊很简单哦 嗯 调整心态嘛 就第一要尽自己的努力去渡 渡家园 嗯 第二嘛 就自己要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啊我们 要凭良心 对父母亲 他怎么样 没有这个缘分 也要把他当成 啊当成一个善缘 这么来对他好 来接近他 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啊 他跟你感情疏远 你还是要买东西给他啦 请他吃饭啦 今天想出方法来对他好啦 因为你是学佛人 他不学佛 听不懂啊 嗯 嗯 我明白了 就是人间应该做的这种孝道孝顺 都必须要进到 对啊 你进到之后 他以后慢慢会对你好 他慢慢会接受你这个 这些东西的啊 哦 好的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那师傅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 我最近发现有些同学 包括一些女同学 男同学 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他过一段时间 他就比较精进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就情绪比较低落 而且好像是 就像周期性的 嗯 一样大概 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 这样的情况 这种心理状态还有生理呢 这种 生理状态心理状态都有 嗯 这个不是单单在学佛上 在结婚婚姻上也是这样的 你说哪有 哪有人日千日 人有千日好啊 对不对啊 嗯 那开玩笑了 你结婚之前呢 天天情绪好不大 哎呦 你嫁给我 嫁给我 嫁了之后 天天看着讨厌都来不及啊 所以过一段时间呢 又觉得老婆好 过一段时间又讨厌 人这种心理周期啊 对不对啊 很简单的 他人本身就是 连早上和晚上的情绪都控制不好 怎么可能控制一生啊 所以这些东西 这就是人的劣根性 所以必须经常的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 让他们充满明白 什么叫学佛 什么叫学法 嗯 心里有个恒星 他才能学得好 才能修得好啊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看师傅开始了 师傅 嗯 就是鼻子啊 面部啊 就是鼻子歪的人 和那个脸部歪 还有颈椎 他是歪的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这个 当然有说法了 除了生理上的之外 如果天生的话 那就完了 鼻子歪的人 鼻子歪的人 我告诉您呢 嗯 这个第一 拳转来的都是歪残 啊 而且 而且 这个嘴巴这里歪的嘛 要当心中风了 嗯 啊 血脉不合 我 我自己有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血脉不合 啊 血脉不合肯定的 要当心中风 而且 而且自己要 要记住了 讲话 还有一些人嘴巴歪的嘛 就是 经常讲人家坏话 也会坏的 嗯 哦 你看看你是哪一种 嗯 嗯 明白吧 嗯 我可能都有 啊 要当心啊 一定要改啊 一定要改啊 我好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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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父 我太太这边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嗯 嗯 嗯 然后吃激素 吃了激素 吃了激素呢 又导致鼓舞头坏死 他17年接触心理法门呢 就用这个方法法刀来救自己嘛 嗯 现在为止 您用了四百多的安全房子 放送一万多条鱼了 他功课呢 都在四十九遍 以后是三遍 现在小房子是一百零八搭一搭的送 但他就要坚持一年多 感觉不是很好 然后他想请问师父 他还经常去医院 他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除了业障说的比较慢 导致这种情况 那当然 业障重的话就慢啊 嗯 你冰箱里边接了冰的话 你要化冰的话 你化的掉不了 嗯 你这样怎么加大 加大热水 他也不一定马上化掉啊 没办法 嗯嗯 开始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到后来越化越快 越化越快 等到你业障少的 你一求就零 一求就零 明白了吗 对了对了 嗯 那业障障能不能坚持下去 他这样做功课 还有就是小房子一百零八 张一波张凤 是可以的吧 可以可以 嗯 就是还是要坚持多上升嘛 在这种情况 其实也当时比较重的 因为是 就是摆血 摆血病 摆血癌 嗯 对血癌 他做了不是一直的 但是就是 那次保下来了 但是就是生活的 你想一想看 像这种病的话 你想一想看 怎么能念一念就好啊 对了对了 开玩笑了 到人家来判死刑呢 对了对了 开玩笑了 就念了这么一点点时间 那还有因果了 哼 开玩笑 是的是的 好的 那就算他编续下去 应该就是可以慢慢化解的 我告诉你 保存到这条命 已经算菩萨宝 大吃大杯了 对了对了 他很年轻 他九几年了 他还死了很年轻 年轻了 生出来就死掉 还要年轻了 是的 还有的人还没生出来 就被 就被 就被那么流产打胎的呢 更正常了 这什么稀奇啊 好了 嗯 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个同学的孩子 这边前十几年了 他那五年前 他那个母亲接受了这个法门 接受我们的法门 然后现在给小孩子念了 一千五百当 整个小房子 然后放了三万多条 然后小孩子的情况也好了一点 他最近上小房的时候发现 他那个盘子上 留下的那个红沫水啊 他留完一条蛇 因为他祖方确实刷过 两条蛇在祖方上 呃 他想请问师父 是不是就已经超出一次了 是不是他这个孩子的边险 也跟这个 跟这个 发的少有关系 那肯定的 有关系 嗯 有时候 有时候菩萨就是通过各种妙法 来显化 让我们知道 嗯 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嗯 这很正常的 嗯 那他就是继续还在继续超度 对 是不是是不是时间不多了 我就 那我就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快点快点 没时间了 嗯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嗯 12月份的时候 我先生帮我打听图通电话 问了我的工作 您说我1月份会有个机会 那12月份的1月18号 确实我 看到一个多听信息 专业也比较合适 岗位也比较合适 我就投了 到了今年就是 就是拉月24左右嘛 嗯 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梦见过 那个乳线要爆发 一段的爆发 所以乳线来 我就赶紧化解了 嗯 到拉月底的时候 就梦见 有同学告诉我说 特大错梦给我 就是我的癌症化解掉了 然后呢 过了三天 还是四天 我就梦见 有个妇女跟我说 他说等于你的工作 年轻可以更加来的 但是因为有 这个临时有的 我癌症化解 所以就被搬着了 师傅您看 我这个工作 是不是这个机会 就是这样 因为被搬着了 可能没有了还是怎么办 功德用到其他地方去了呀 这还不简单 嗯 就是功德不够了 功德不够用到 你化解乳腺癌了呀 嗯 那我这个工作的机会就是 相当于被搬过了 或者是就没有了 这个机会 有可能啊 你说一试试看呢 你归你试呀 再不停的许愿呀 看看这个愿力 能不能先用过来 用一用 嗯 嗯 那我就是您刚才说 开释了510多个网络 我记得这 再把多年 把这位小房子念出来 然后再多做其他的功德 再来求这个试试 是吧 嗯 其实 其实度人的功德 比自己念小房子的功德还要大 对 我西子是想多度人 所以一直要做梦 你点发我来多度人 都是 都是我红塔度人 嗯 好吗 嗯 好的好的 那我再继续努力 感恩您师傅 你辛苦了 嗯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了 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